这次会从哪里来呢 最方便的就是听教学间 我们从这下说 世尊当年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议 说发四十九年 这个恩德太大了 都听经都读诵 常识期受经教的学习 时间久了他就起作用 学教听经最重要的 专心的你才能有体会 心不端 咋念太多 你就没有发自体会 那怎么办呢 不听 有人听二三十年 哎呀才明白 教佛华常说 夜门深入常识心修 这夜门深入常识心修的目的在哪里 目的在大弹 看智慧 智慧是本有的 智慧为什么不开 因为你烦恼 烦恼障碍了智慧 所以你智慧不开啊 那么夜门深入常识心修啊 就是断烦恼最有效果的方法 中国古人所说 读书千遍其意自尽 你自己会看我 什么道理 我们懂得 一千遍念下了 心定了 定能开胃吧 变速少了 你的心不定 心不定不能开智慧 佛教给我们的原则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一步经 天天去念 老老实实去念 这是持经语 持戒就守规矩 依照方法了 念经的时候 要用恭敬心 就如同听佛菩萨讲经说法 听佛菩萨教会 恭恭敬敬地听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这就是持经 一心读诵 聆听 这就是修订 一听了之后 有误处啊 这是开智慧的 同样一步经 去年我读的 跟今年对的经节不一样 今年比去年 结得更深 更广 到明年 明年比今年又更好 所以说 经里面 我常讲 金教没有意思 你不要求他的意思 他没有意思 正因为他没有意思 他在其作用的时候 有无量意 他要有意思的话 他就不能有无量意 那就给他死东西 活的 那要怎么样学习 清净心 对他 明祖讲的话 要记住 想得太好 沉浸 以沉浸心 对这个经本 便便的意思不一 便便的 对神之后 你才得 发喜 充满 长生 欢喜心 所以经不可不妥 不能不听 现在讲经的人 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所讲的 都留下 不想待 而且都在网络上 传播 各位同修 随时随处 都能够看到 都能够听到 要多听 要常听 决定不能间断 每一天听 听上个三年五年 你就会觉悟了 在佛家讲的 开悟啊 你就会开悟 你就会明白 有疑惑 疑惑存疑 也不必去论 继续不断地去听 总有一天 听到说 你那个疑惑解开 那就叫悟处 训续的时间 短不鲜 有人听经 听得一共两遍 第三个不想听 我听过了 我学过了 这样的心态 成就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你一听一看 傲慢的姿态就出来了 经的意思 其身无敌 其广无边 谁能完全知道 有明心经心就全知道了 没有明心经心 不行啊 但是多听多读 能够帮助我们明心经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 不听经就不服了 不听经心定不下来 听经是实力定的方法 如果你每天能听八个小时 你就学八个小时远近 定会等学 仅仅说不期望念是学定 听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那是学定 定会等学 戒自然在其中 为什么呢 你不会学我念 你不会以我念 我先对待别人 所以这个方法是戒定会三学 一丝万人 一切时 一切处 你都能够不断地在学习 不断地在听讲 便说听多了 心就定了 杜书千遍的意思不随便 是将你心定下来 心定下来之后就能看智慧 一千遍 他很有耐心 要知道那是学定 在净土中 那是修一心不乱 真正到一心 就有悟处 所以意思不需要人讲 自己能悟得到 为什么 佛经上的欲言文字 是佛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 我们心底的定 静到一定程度 我们自信的智慧功德 就往外流 所以学东西 学一样 不要学太多 学一样 你的心指在一处 会得定 定久了 开智慧 智慧开了 才算你真意学到了 智慧开了 真意不尽通了 一切尽全通了 为什么呢 一切法不离自信 一切法都是从自信在你的 你那个地方搞通了 全都通了 真的 像一个云 你找到云星了 云星在整个云的面积上 任何一点 跟云星都联系 你真的把中心点找到了 中国古人的教学法 印度的教学法 都着重在这个中心 教你开智慧 智慧开了一样一样的通 没有一样的通 没有一样的通 感谢